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念念,你先休息 我陪陆柔去趟海边就过来 思雨的声音不急不缓 她放着高烧女友不管 陪着林家妹妹去海边过生日 反而说得坦然 我脸色煞白 心里着急 抽痛,不由握紧了手机 思雨轻笑了声 好了,不过是陪柔柔去趟海边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我终归是没忍住 思雨,你是她爹吗 什么 她父母健在,年满二十 需要你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 带去海边搭帐篷过夜 思雨的嗓音降了几分 难念,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呢 不过是恰好遇到了 我这里离海边也不远 我们要是有什么 我会这么坦然地告诉你 我气笑了,你坦然 我高烧住院 你带着别的女人去海边玩 然后还要明目张胆地让我理解你 抱歉,我理解不了 思雨逐渐不耐 柔柔她在我眼里就是个小女生 算什么女人 我心烦意乱,深呼吸沉生 好,你陪她去我们就分手了 我说完思雨沉默了 电话那边陆柔交滴滴开口 玉哥哥,姐姐生生误会了 要不你回去吧 我,晚上我一个人可以 思雨无所谓道 没事 然后对着我轻哄 难念 乖点 我很快就回来 说着她挂断了电话 我苦笑 果断拉黑了思雨的电话 删掉了她的微信 心里酸涩男人 然后拍了张打针的首发的朋友圈 配文 一个人的520 我和思雨的共同好友 纷纷点赞评论 其中有两条评论格外明显 一条是思雨兄弟 哈哈 我玉哥正带着999朵玫瑰过来 嫂子稍等 另外一条是陪小狗 正好 加我凑对呀 我没回 直接退出了微信 脑袋晕沉沉的 恋爱三年 开始是思雨先追我的 她是桀骜不驯的务实公子哥 我是现成来的清贫少女 她朋友圈内传闻 她对我一见钟情 然后展开猛烈追求 我们之间感情完美 朋友们纷纷嗑我俩CP 但现实是 我碰见思雨的时候 是她最落魄的日子 那天夜里 我坐完家教 刚出别墅 就看见拐脚躺了一个人 她浑身是伤 地上散落着酒瓶 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 我上前蹲下戳了戳她 结果她抓着 我一直叫妈妈 我不硬她就嚷嚷 最后 我拿出不多个母爱 安抚了她 她才算消停了 救护车来了 她死拽着 我的手不放 我被迫一起上了车 每几天她找到我 先是威胁 我不能把这件事 说出去 然后天天 手在我周边转悠 转悠多了 她开始以报恩为由 请我吃饭 我对她的印象是 人虽然傲娇 也还是个好人 半年后 她向我表白了 刚在一起时 思雨对我很好 她性子倔 对外一副 什么都不上心 都无所谓的样子 但到了我这里 必定时时都有回应 她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喜欢耍小杏子 生闷气 我忙于学业和兼职 没有很注意 但三天左右 会联系她一次 有时甚至 完全不知道 她是生气了 日子小吵小闹 无伤大雅 直到三个月前 陆柔回国了 我发觉思雨 不是一般的离谱 离谱到什么地步呢 她曾经说 只在乎我 但陆柔回来后 她恨不得搬过去 照顾陆柔 美其名曰 陆柔在她眼里 不是女人 而是妹妹 嗯 妹妹买那一款事 都要问她一句 思雨解释 陆柔和我们不同 她软弱温柔 不像她习惯了 什么事都一个人扛 当年他们两人母亲 是闺蜜 思雨母亲离婚出国后 陆家给了她很多温暖 陆柔在她心里 就是长不大的妹妹 需要她去照顾 也是偿还恩情 她说 我应该能理解 好好好 我忍了 然后更过分了 陆柔随便一个电话 思雨就不管不顾地去找她 她还专挑 我和思雨单独相处 时来各种电话 不是骑自行车受伤 就是做噩梦 要么就是食物中毒 我还去医院看过 是真中毒 这小姑娘对自己挺狠的 闹得思雨不放心了 干脆给她租了套房 在我隔壁 说是要在我眼皮子底下 证明他们就是兄妹 实则她每次来看我的时候 也会给陆柔买东西 要问我这都能忍 为什么不分手 当然是想过 也行动过 半个月前 我下定决心分手 去找思雨时意外 听到了她和兄弟的谈话 她兄弟问她 到底喜不喜欢陆柔 我很好奇 便站在门口 思雨灭掉烟笑了 开什么玩笑 她是我妹妹 又不是亲的 堪比亲妹 还有你小子别瞎说 等一下给男念听到误会 小心我揍你 呦呦呦 玉哥又秀恩爱 秀什么 我和男念本来就恩爱 在思雨的意识里 她真当陆柔是妹妹 还是她把自己都骗了 她这种为了不接手 公司被她霸揍的鼻青脸肿 停掉所有卡也无所谓的人 平时吊了锅铛 桀骜不驯 却日复一日 小心地照顾着陆柔的点点滴滴 我听到这里 还是很难过 我们是互相地初恋 经历过的日子有快乐 也有思雨 为我奋不顾身 挣扎半晌后 我还是沉默地离开了 想冷静几天 回想起陆柔看思雨的眼神 都要溢出水了 她能真不知 直到我前几日 高烧被送来住院 思雨已经一周没联系我了 我也没像以前一样联系她 她打过来后 我如实告知 她问了情况后松了口气 告诉我她正在出差 明早赶回来 今天来不了 不是要开会 而是要陪陆柔去海边 过二十岁生日 两人搭帐篷过夜 于是我提她去就分手 她去了 所以分手了 我不需要再反复挣扎纠结 反而松了口气 陆柔硬着情况 发了条朋友圈 是一个帐篷 我点开她的朋友圈 置顶变成了一张 牵着思雨的手的照片 我笑了 牵手也不记得 把我送思雨的戒指拿掉 打完针 我办了出院手续 到家出了电梯 精神状态很差 加上最近一直喝粥 饿得快晕了 倒下前 被人抓住手臂 带入了怀中 男人身上的气息 很是好闻 淡淡的 让人昏昏欲睡 她低头凑近 难念 你确定不是在占我便宜 清冷的嗓音 让我瞬间清醒 赶忙抬起头 退后一步 抱歉 我有些不太舒服 男人穿了件黑色外套 戴着鸭舌帽 身材高大 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 她浑身透出 生人物尽的气场 俊朗的神色间 有些慵懒与冷淡 五官不可挑剔的漂亮 看向我时 轻调了调眉 这男人很是好看 不光好看 皮肤还白 虽然见得不多 但每一次见她 都会被惊艳一下 她是我的邻居陪商 微信名叫陪小狗 我们这一层两梯四户 住着我 陪商 陆柔 还有一套房没人住 目光和陪商交织 我先低下头来 那个 我先回去了 吃饭没有 陪商的声线偏冷 听不出情绪 我有些惊讶 啊 没有 我摸了摸肚子 这几日都只喝了粥 啊 失恶 准备回去随便做点 我做了饭要不要一起 你一个人 嗯 我想着不好意思 想拒绝 陪商缓缓出声 也没什么菜 就炖了鸡汤 红烧鱼 蒜蓉排骨 水煮肉片 肉末茄子 麻婆豆腐 你一个人做这么多菜 五百二十 就算没对象 也得吃好些不是 我听到水煮肉片 就走不动道 后脸皮道 那就打扰了 吃完我洗碗 行 陪商这套房子 是一百四十平的编户 我的是八十九平的中间户 他把四房改成了两房 装修的高级又简约 进门处放了一双女士拖鞋 想着 可能他约的人放他鸽子了 倒是给我蹭上饭了 餐桌上的菜热乎乎的 我来得正是时候 陪商给我递了米饭 语气诚恳 别客气 需要改进的话你和我说 我连忙笑笑 不至于我一蹭饭的 有吃就行 陪商垂眸阳唇没说话 吃完我收拾 陪商去换了身睡衣 靠在厨房门边看我 难念 用洗碗机吧 不用了 也没几个碗 主要是用洗碗机还得一会儿 手洗我弄完就可以回了 洗到一半 陪商走过来帮着我一起 很快便弄完了 就这样连续几天 我都在陪商家蹭饭 思雨消失的彻底 大概是被我拉黑了 觉得没面子 再等我像以前一样去找他 毕竟在路柔回来前 小事都是 我先妥协去找他 是我给了他骄傲的机会 以后 不会了 一周后 我照常来思雨家吃饭 每顿我都给钱给他 他不收 让我去的时候 买点日用品就行 我就提了一堆纸巾 沐浴露 洗衣液之类的 然后超市做活动 还送了一盒宝宝隔屁套 就很尴尬 还没和陪商解释 他忙着叫我吃饭 我就给忘了 时间还早 我们喝了点酒 越喝越上头 陪商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 大概也是听出我分手了 他缓缓开口 没事 好男人多的是 下次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被陪商逗乐了 没想到他长得一本正经 还有当媒婆的爱好 便打去 行啊 身高体重多少 我话还没说完 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通 听到思雨极不可耐的声音 难念 你至于吗 这么点是把我拉黑删除 至于 好好 这次我们就到没发生过 见面我再和你详细说 反正我和陆柔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在哪 分手了就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思雨语气加重 别闹了行不行 我那天陪陆柔过完生日 天亮就开车回了 到时医生说你出院了 给你打电话发现 还被你拉黑 我就不能生气 我看了眼陪伤 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头虽然晕 还是一字一句 思雨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生不生气 和我有关系吗 思雨忍住情绪 低声道 难念 来海边过20岁生日 是陆柔从小到大的愿望 她一个女生在海边搭帐篷不安全 我才陪着 而且本来她是想约你一起 但是得知你不舒服 那你担心陆柔在海边住不安全 有担心我高烧在医院吗 你在医院有医生护士 陆柔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况且天一亮我往回赶了 我发誓 我和她清清白白 我单手揉了揉鼻梁 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久 有些想吐 见我不说话 思雨语气缓和下来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难念 乖一些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担心 那等我最近忙完就带你去领证 你就是我思雨的合法妻子 这样你能放心了吗 领证 我很稀罕和你领证吗 要不是在陪商家 我真想把思雨的脑袋骂开花 算了 我忍 结果 我气得脑袋一抽 领证就算了 我男朋友还在等我 先挂了 思雨语气拔高 十分不爽 你也不小了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拿什么男人来搪塞 还男朋友 怎么 才几天时间 你还花钱雇了个男人 来和我赌气 无聊 思雨说完啪地挂断电话 我深呼吸让自己冷静 走回餐桌边 陪商慢条丝里地吃着饭 那个 陪商 我有点急 你朋友什么时候有空和我见一面 陪商放下筷子 抬眸注视着我 扯了扯唇 急的话他没空 或者 你看我怎么样 可能是酒精上头 又或许是陪商长得 实在太让人上头 我一本正经 也不是不行 你有腹肌吗 陪商浅笑低语 要不你咽咽 他起身走到我面前 我坐在椅子上 视线刚好落在他腹肌处 我脑袋还是晕 借着这骨子久近 缓缓伸出手 拨开了陪商的黑色外套 手从他白涕下伸了进去 触碰到了火热的腹肌 手感比想得还要好 够结实 我呼吸逐渐急促 脑袋完全控制不了 自己的手了 肆意妄为 电话铃声 不合时宜地又响了 我拿起准备关机 一抖不小心接通了 不好意思 现在没空 电话那头思域 语气缓和不少 好了 念念 刚刚是我的错 我道歉 我就是太想你了 我们别闹了 我发誓以后 一定不单独和陆柔出去 你在哪 我过来接你 不等我回应思域 陪商用手掌 抬起我的下巴 吻了过来 冰冰凉凉的唇畜碰上我 开始反复在我唇上探索 我大脑一片空白 思域还在继续 念念 难念 你在家吗 我快到了 我这边还是沉默 思域自言自语了五分钟 我是真抽不出空回她 话都被陪商堵住了 她像是不想让我说任何一句 回应思域的 只有粗粗浅浅的呼吸声 思域逐渐失去耐心 又开始暴躁 你说话呀 在看电影吗 到底要怎么样 你这次真的过了 如果陆柔是你妹妹 你能让她一个人在海边过夜吗 为什么要揪着这个事 一直耍性子 你知不知道分手是不可以随便说的 陪商在我的唇上轻咬一口 我闷哼出声 思域察觉到不对劲 语气变得严肃 难念你在哪 我软软出声 在我男朋友这里 思域咬牙切齿 你现在还要继续演戏吗 我已经道歉了 承诺了 究竟有完没完 陪商拉我起身 侧头吻在我的脖子上 漂亮的眼眸里含着笑 轻轻撕咬 我浑身酥麻 咬紧唇不让自己叫出声 克制道 思域 我说过你陪陆柔过夜 我们就分手 我提了 你做了 所以 我们已经分手了 思域沉默片刻冷声道 所以 这就是你拿别的男人说谎 气我的借口吗 我没说谎 是真的 思域嘲笑 好好好 难念 你真长本事了 学会瞎编的男人来赌气是吧 有本事跟他结婚生子 让我看看 他说完 传来手机撞击地面的声音 随即断线 我思绪放空 在思域的眼里 他觉得 这次我无理取闹 是吃鹿柔的醋 想报复他 所以编故事 编个男人骗他 毕竟我这几年 除了忙工作 就是在家追剧 不然就是和他约会 除此没有任何业余活动 我不禁冷嘲了一声 在脑袋彻底晕之前 在陪伤的腹肌上 狠狠摸了几次 想着赶紧收手 陪伤清冷的声线逐渐低沉 要不要摸摸看 我睁大眼眸 倒嘴的不好吧 变成了摸什么 陪伤低声笑了 阳唇的弧度 都好看得惊为天人 他单手固定住我的腰 带着我的手往下 他压低声音 带着说不出的魅惑 难念 你想好 确定还要继续往下吗 都是成年人 我没吃过猪肉 也见不住跑了 我没回答 就当做梦了 直接稳住了陪伤 没有章法地啃着 陪伤打横 把我抱了起来 走进了房间 砰的一声关了房门 我感觉自己的身子 在陪伤的操作下 如水般彻底软了下去 只能隐约看见 我们缠绵起伏的身影 落在窗帘上 再次醒来时不过凌晨两点 想来是睡得太早了 陪伤打开浴室门 眼眸清透 不饿 啊 我回想刚刚 急忙补了一句 饱了 陪伤倾校出声 晚餐不是没吃多少 要去吃点东西吗 是吃东西呀 我还以为什么 肚子不由叫了起来 是挺饿的 那你等我 我先洗个澡 到楼下时 陪伤跟着我晃了几条街 他走得好像总会比我慢一些 稍稍落在我身后 路过一家手工饰品店的时候 不知为何 这里还没关门 店里正在播放 如何爱忘了 我停下脚步 有些失神地 看着展示在玻璃橱窗里的手链 如何爱忘了 泪不想落下 那些幸福啊 让他替我到达 如果爱懂了 承诺的代价 不能给我的 请完整给他 陪伤从后靠近 身子微微下沉拥住我 低头说话 怎么了 没什么 你等我一下 我说完进了店 老板以为 我是来拿手链的 他说 思雨当时做了两条 看我能不能一起带走 原来是做了两条啊 那时候 思雨做了手链 交给老板细化包装 老板说 昨天有打我电话 但没人接 我看了看 另外一条手链 和我的不一样 在中心的位置 多了一个爱心一样的形状 我忽然就笑了 不好意思老板 我们分手了 另外一条可能得联系他了 还有我这条麻烦帮我化掉吧 倒过泄后 我出了店 陪伤站在店门口 目光似乎是在打量那条手链 走近时 他伸出手握住了我 微用力把我带入怀中 内心空荡荡的 陪伤俯身稳了下来 清华缠绵 不远处 一道闪光灯落下 拍下了这一幕 昏暗的包厢 似欲不爽地把酒瓶踹到了地上 他的兄弟纷纷劝阻 玉哥 别这样 嫂子也是一时生气 就是按照他的性子 过两天就好了 是啊 嫂子和玉哥生气什么时候超过三天 玉哥放心了 嫂子对你多好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上次思欲高烧 嫂子陪了几天几夜不离身 还有一次玉哥打球脚受伤了 嫂子担心你痛 一直找缓解的方法 思欲听见这些面色恢复不少 是啊 这几年男念的生活里只有他 他爱他 他的世界里根本不可能出现别的男人 不过是因为自己没有赶回来而闹情绪 这次确实是他做的不对 忽略了他的感受 等男念气消了 自然就回来了 思欲想完嘴上还是不饶人 依然我行我素 你们清楚男念 难道不清楚我吗 我和陆柔什么关系 我是真把他当妹妹 他不仅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赌气 思欲说完欲言又止 边上的陆柔脸色苍白 声音带着哭腔 玉哥哥都怪我 不应该非要去海边过生日 他兄弟们又转头安慰他 陆柔你也别想太多了 你们行的正做的直 不怕的 就是玉哥拿你当妹妹 我们都知道 嫂子也是生病了 心情不好误会了 思欲扫了陆柔一眼 你也别太自责 男念爱赌气 就让他赌个够 陆柔那边沙发的角落 一个黄毛兄弟小声吐槽 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夜 要是换成男念和别的男人 你不早炸毛了 思欲在嘈杂的音乐声中 隐约听到些不爽的话 冷着脸转头看向黄毛 你说什么 黄毛摆手 没什么 没什么 玉哥 我的花店后天开夜 你来吗 思欲不耐 没空 黄毛笑笑 好的 突然有人卧槽了一句喊道 玉哥 玉哥 看裙 思欲打开小裙 有人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 女人被男人温柔地揽在怀里 缠绵接吻 这个角度 女人 只露小半个身子 完全被男人笼罩住了 思欲皱眉回复 发这做什么 有病啊 玉哥 那个 这个人好像是 是嫂子 思欲气笑了 真离谱 你瞎了是不是 男念怎么可能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还接吻 别说照片上不是他 就算是他的脸 也是合成的 其他人附和 就是 别乱开这种玩笑 等一下玉哥真生气了 道歉 玉哥 那人说完 紧急撤回了照片 思欲心口却像是添了赌 光是想着 男念会和别人在一起 就让他无法接受 这绝不可能 他只是耍闹性子 没错 闹是因为在乎他 爱他 他想着 拿起一瓶酒 灌了下去 昨晚吃完夜宵 回来我一直睡到中午 还是被手机信息震醒的 是陆柔发来一堆信息 姐姐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让你误会了 那天玉哥哥也是担心我 你也知道 我一个女孩子在海边不安全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信息 很快陆柔就露出真面目了 他继续发 还有姐姐 昨夜玉哥哥是喝多了酒 不小心亲到我的 你千万别误会 最近几件事加在一起 我真担心姐姐会误解 我和玉哥哥之间的关系 你要是不相信 我可以发昨晚的监控给你看看 我回复 哦 发来看看 陆柔那边显示正在输入 突然又删除 反复几次后 他回道 姐姐 你不生气吗 生气什么 他上次喝醉 还亲了门口的狗 发完我大概能想到 陆柔的脸色有多难看 他半晌憋出一句 姐姐 我知道你怪我 但也不用骂我是狗吧 你太过分了 呜呜呜 哦 那你把和思玉的牵手招置顶不过分 你们好歹也把戒指摘了 那是我买的 你 我当时不过是换背景的时候 点错照片了 又不是故意的 姐姐 你要怪就怪我 用不着说玉哥哥 哈哈 大姐 不出意外的话 你好像比我还大上几岁 就别一天到晚姐姐姐姐了 陆柔反复输入 又删除 真的吗 可是你看起来比我大 那是你瞎了 建议出门左拐找个医院配眼镜 我发完反手拉黑了陆柔 不想再和她浪费时间 刚拉完 思玉的一位兄弟给我发来了信息 嫂子 我的花店明天开业 能过来一趟帮我录一个祝福视频吗 拜托你一定要亲自来 我都找好剪辑师了 很快的 录几分钟就行 玉哥有事不来 嫂子一定要到啊 思玉这个黄毛兄弟我见过几次 在他们一帮人中 他的存在感比较低 也不怎么说话 都是跟着附和其他人 之前被其他人骂 我帮他说过几次话 后来我有次生病 思玉出差 他还帮思玉来给我送了药 那天下雨 他骑电动车弄得全身湿透 水都没喝一杯就走了 我回了得好 他的花店开在学校 不远处的后街上 装修得很有特色 是田园风格 漂亮温馨 大约四十来坪 其他人还没来 只见黄毛兄弟一个人在搬东西 我让师傅把送的祝贺花篮放在门口 黄毛兄弟看见我很高兴 嫂子你来了 你别笑话我 玉哥没空 其他人都没来了 我没什么朋友 只好找你来帮我录个视频 我之前听说 她是高中开始和思玉一起玩的 不过这么多年聚会 思玉也很少会叫她 说她性格太内向 我和思玉分手了 你就别叫我嫂子了 叫我难念吧 黄毛兄弟摆手 那不行 一日嫂子终生嫂子 要不这样吧 你是我嫂子 以后你和谁在一起 谁就是我大哥 我直接笑了出来 还能这样 黄毛兄弟腼腆地笑了 招呼我进去做 她忙着收拾 我帮她卖了几单 让客户加了她微信 帮她看店等 录完祝福视频 已经中午了 我正要走 思玉和她几个兄弟来了 我当作看不见 准备出门 被思玉拦了下来 她也不说话 也不准我走 她几个兄弟率先开口 嫂子 别生气呀 玉哥看见黄毛朋友圈有你 会都不开了 特意赶过来的 嫂子 你就和玉哥和好吧 有情人什么解决不了 就是 我就知道 嫂子不会真的怪玉哥 这不看在玉哥的面子上 来给黄毛录视频 我单单打断 我来录视频 和思玉没有半毛钱关系 单纯的想祝贺黄毛兄弟 还有你们 别来道德绑架 还和好 你们这么喜欢思玉 自己和她谈吗 自己捧好 她那高高在上的自尊心呗 思玉脸色铁青 她兄弟尴尬三秒 继续开口 这 嫂子 这说的话啥话 这玉哥和陆柔 就是最单纯的兄妹关系 那晚在海边 玉哥是在帐篷外 手镯露柔的 没有单独相处 我呵呵一笑 关我屁事啊 还有 别一口一个嫂子 我和思玉已经分手了 分手了 明白吗 思玉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咬牙道 难念 你到底要怎样 为了这么件小事 我不仅一次次道歉 被你拉黑删除 都不说什么了 你干脆说说 想怎么样 黄毛兄弟在一旁看着 想过来帮我 被其他几人拉走了 我认真地盯着思玉 她脸上桀骜不驯 又自以为是的模样 真的让我想抽她 不光想 我真抽了 思玉被我一巴掌打懵了 反应过来时 神色舒缓不少 打也打了 闹也闹了 气消了吧 她说完想伸手抱我 被我推开 我想怎样 思玉 分手到底要我说几次 我难念除了你就不能找别人吗 你凭什么觉得我是在赌气 凭什么觉得我会回头 我告诉你 我难念绝对不吃回头草 至于你和陆柔 就算你们结婚生子 那也是你们的自由 思玉抿了抿唇 眼中压制着怒火 难念 你闹也要适可而止 先搞清楚 我思玉不是非你不可 那正好 我也是 行啊 你要分手 先从我找的房子搬出来 我真是无语 现在住的房子 是思玉帮我找的 但是房东都是 我自己一手联系 也是我自己交租 我咬牙 行行行 我搬 说完我绕过思玉 拦了车直接回家 两个小时后 我坐在陪商家的沙发上 看着之前的房里的监控 思玉着急忙慌地赶过来 发现我已经搬空了 他在房子里四处打转 想寻找我的痕迹 然后给我拨打电话 发现贝拉黑 然后脸上神色紧张 给我发信息 发现贝拉黑 他给我公司主管打去电话 得到的答复 是我还未离职 思玉松了口气 他看了看空荡荡的房间冷声道 行 难念 我看你到底忍到什么地步 然后打给陆柔 约他吃饭 听黄毛兄弟说 两人吃完饭 思玉发了两人一起的照片 组成了九宫阁 黄毛兄弟 嫂子 玉哥让我转发给你的 辣眼睛 千万别怪我 要不你把胃拉黑算了 不想住着为虐了 我失笑 不至于 裴商从房间出来 穿了深墨色绸缎睡衣 显得他身材高大挺拔 衬得肤色更加雪白 若隐若现的锁骨十分迷人 他随意站着 字意又金贵 家里就一张床 我刚订了新床 还没这么快到货 我恩了声 刚才回来搬家 正好碰上了裴商 他提议先搬过来 为了节约时间 彻底和思玉划清界限 我收拾完就挪东西过来了 我租的房子是精装修 自己的东西并不多 两个人一起搬倒一块 裴商的嗓音淡淡响起 要不一起睡吧 我被吓得直咳嗽 脸上泛起红韵 硬着头皮道 裴商 我们好像还不够了解 本以为就是一夜糊涂算了 现在搬过来了 还要朝夕相处 我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裴商走近坐在我旁边 稍稍侧过身 毫不遮掩地盯着我 或许你没发觉 我第一次见你是两年前了 两年前 我搬进来是两年半前 在我来后的一个月 听说裴商这套房 装修完很久了 主人一直没来住 后面陆陆续续地 添置家电和居家用品 有次夜跑回来 碰见了开门的裴商 得知我是隔壁邻居 加入我微信 说以后大家互相照应 平时基本不怎么见面 顶多是他评论我朋友圈 朋友圈里和本人倒是有差距 会更熟悉 那时候你来看房子 穿了件白色T 灰色的运动裙 乌黑的长发随意扎着 背了个双肩包 很乖的模样 我还以为是大义心生 谁知你已经毕业了 裴商说着慢慢靠近 目光逐渐变得灼热 后来我想 毕业了好 毕业应该是到法定年龄了 他微叹气 可惜你有男朋友了 我有些遗憾 但我这个人不擅长夺人所爱 便沉下心 没过来住了 后来 或许是缘分 我好像总能在人群里看见你 城南的书店 你穿着白色连衣裙 额头微有细汉 拿着一本书 笑得很是好看 骄傲地给男朋友打着电话 我开始好奇 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好 于是又搬过来了 我有些震惊 还未反应过来 身边笼罩着的属于裴商的气息 越来越浓厚 他靠得很近 我的被威陷入沙发里 手不自觉抵上他的胸口 裴商倾笑 所以难念 我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 他俯身 薄唇吻在了我的耳畔 动人心魄的嗓音响起 蓄谋已久 我有些乱 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开口 裴商 或许我不是你看到的样子 或者说温柔的样子 我知道 你和前任哥 为了隔壁那谁在楼下争吵时 我也见过了 我直接笑了 裴商抓住我的手轻轻撕磨 所以 难念 我这个人很传统 睡了 我就是一辈子了 我脑海里出现两个问号 我以为裴商顶多会说 先接触 或者先恋爱 一辈子是什么意思 恋爱 结婚 生宰宰 过了一个月 我才知道 裴商不是开玩笑的 他直接带我见了家长 说让我先婚后爱 我和思域恋爱三年 每次准备去他家 都因他父亲刚好要出差 或者临时不方便 去取消了 他说 他喜欢我就够了 不用在乎任何人 但裴商似乎早就处理好了一切 他父母十分恩爱 母亲漂亮之性 父亲儒雅俊朗 两人住在郊区别墅 退休后就养养花草 四处旅游 还计划去我老家玩 让我们到时一起 而我除了感情 工作也顺利了不少 领导在会上表扬了我两次 有意提升我为经理 唯一的意外就是 黄毛兄弟时不时会发来 关于思域带着陆柔丸的照片 他还偷偷换了号码打给我 说微信号暂时被思域征用了 让我小心 可山可屏蔽 等他拿回微信再加我 于是我一条龙服务送走 两个月后 我怀孕了 我以为会忐忑紧张 但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没那么难 我想了 就算结婚 老公就一定能赔一辈子吗 不一定的 但孩子不一样了 他肯定是我的 于是我和陪伤一拍集合 领证生娃 我父母在老家开心极了 我来自小县城 是家中独女 但我妈一直都抱有一种 结不结婚随意 但娃要生的想法 刚得知我怀孕 陪伤很是开心 但又紧张 睡觉时也小心翼 怕压着我 公司的事也推掉了不少 会议改为线上 我一直以为 陪伤是开了家小公司 直到怀孕前 有一天我给陪爸爸送好吃的 从微打开的窗户中 看到儒雅的他 脱掉了金丝矿眼镜 挽起了衣袖 陆续打几个电话 语气十分不爽 什么 收购一家公司需要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你年薪千万是吃屎的 谁敢动我们的人 直接上 你就抱孙女了 别得意老鬼 我也有儿媳妇的 长得可乖了 下次带给你看 呵呵 区区四家 还想让注资 倒也不是不行 买下来给儿媳妇玩玩 然后陪妈妈走了出来 她利落地盘好乌黑的长发 红唇却分外美艳 神色不满 好了好了 别啰嗦了 而媳妇要来了 吓到她我要你好看 她一边说着 一边用卸妆巾卸掉口红 陪爸爸立刻挂了电话 去给她捶背 是是是老婆说的是 我在门外错愕了十分钟 平复了一下面部表情 看着两人收拾完 按下了门铃 在遇到私欲室两个月后 裴伤陪着我运检 在妇产科诊室等着叫号 一阵滑破天际的喊声响起 来人咬牙切齿 难念 我和裴伤侧头 就看见脸色铁青的私欲 她上前想抓我 被裴伤推开 私欲怒火中烧 死死盯着我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扬了扬手中病例 诞生到 孕简 私欲当场抓狂 指向陪伤 谁怀孕 你怀孕 为什么要我老婆陪 我 周围的人发出一阵哄笑 陪伤淡定的 给我递上耳机 温柔地说 老婆 你去做这听歌好不好 我摸了摸肚子 乖乖照做 私欲清醒了不少 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想上前被裴伤拦住 她失神地喊叫 不可能 难念怎么可能怀孕 肯定是为了气我 念念 你跟我走 我给你道歉 这两个月是我幼稚了 拉着路柔合影 就是为了气你 心里日日夜夜都是你 你能不能不赌气了 我道歉 我们立刻去领证都行 裴伤脸色沉得沉 声音透着不悦 难念是我的合法妻子 你这位不要脸的前任请自重 思欲彻底抓狂 什么前任 难念说分手 我同意了吗 你不同意 在她高烧住院的时候 陪着别的玩意儿 去海边过夜 你不同意 在她说你去就分手的时候去了 思欲眼神明显慌乱起来 那是 那是误会 我解释过了 陪伤倾向 解释 老婆是用来哄的 你不红总不能怪别人红了吧 思欲死死盯着陪伤 恍然大悟 踏马的 是你呀 我说怎么眼熟 就是你住难念隔壁对吧 我看你早就对她图谋不轨 她说完 朝着陪伤重重挥来一拳 陪伤侧身避开 我一惊 下一秒思欲 被陪伤一个过肩摔按在地上摩擦 她双眸通红 还在叫嚣 难念 我不信 你不可能两个月就和别人结婚 你是骗我的是不是 我不信 念念 我拉黑陆柔好不好 保证这辈子都不见她 求你了 跟我走 我微笑着朝着她晃晃手里的单子 然后指着大屏幕上我的名字 走进了诊室 她送陆柔999朵玫瑰时 没有在意我 在给陆柔的手链加爱心时 没有在意我 在醉酒任由陆柔吻她时 也没有在意我 一边心安理得地把陆柔带在身边 以哥哥的名义享受不道德的愉悦 一边托我 这两月二人都玩遍了 然后思欲想起我了 就 再见吧 脏东西 思欲被保安拖出去了 半天后 陪商家落地窗前 出现无人机告白 门口送来了数不清的玫瑰花 堆在楼道 黄毛兄弟给我撕信 嫂子 救命啊 真不行了 店里玫瑰都被于哥买完了 他还命令我立刻又要上万多 我有些头疼 陪商冷的脸 立刻带我搬了家 晚上就住进了市中心的大平层 这里思欲是进不来的 到了晚上可算消停了 听说四家公司出事了 面临破产 思欲被他爸狠狠打了一顿 陆柔哭红了眼说 愿意嫁给思欲补贴思佳 思府还没高兴过三天 思欲暴怒地拒绝了 当街让陆柔滚 结果被路人拍下视频 上热榜 陆柔的父亲看到后 把思欲骂得狗血淋头 还狠狠教训了陆柔一顿 说他看不上现在的思欲 让陆柔要自尊自爱 远离这种身心游荡的渣男 还强制把他送出了国 四家彻底没了希望 思欲还对外放话 要守着我离婚 被他爸拿着拖把 追了五条街 我从黄毛兄弟口中得知 这些的时候已经快生了 他说以前没人理他 思欲愿意把他当的垃圾桶 他也乐意 是我在他被嘲讽的时候 让他支冷起来 思来想去 他也没什么特长 就是耐心比较好 也喜欢手工活 所以干脆开了个花店 店里的生意本来一般 但因为思欲和陪商 隔三差五订玫瑰 他也赚得盆满钵满 准备开分店了 对了 嫂子 我大哥还把公司的 鲜花业务交给我了 你大哥 对啊 就是陪大哥 我说嫂子 铁打的嫂子 流水的哥 你要是和陪大哥分手了 记得和我说啊 我也得换大哥 他话音刚落 在我边上的赔伤笑意 瞬间止住了 他下河线紧绷 深沉融落的眼眸 看向手机 修长的手顺势拿过 转头还对我温柔地笑了笑 老婆 我和他聊两句 接着他拿着手机走了 再回来时 黄毛兄弟在电话那头 对着我笑 笑中带着委屈 他的话像是开了2.0倍速 嫂子不好意思 我刚刚说话没经过大脑 我想说陪大哥就是我永远的哥 绝对不会再换大哥了 祝福你们 爱情长长久久 日子天天有玫瑰 说完啪的一声 他挂了 我转头看向陪伤 他朝我露出人畜无害的笑 老婆 黄毛兄弟可能是在忙 没事的 我乖乖配合 看着陪伤 侧头牵起唇角 面向我时斯文又金贵 我不厚道地笑了 好吧 自己的老公自己宠 就当不知道 陪伤威胁了黄毛兄弟 下次我去他店里 多买点花补偿他 对吧 给你继续 继续